他身材瘦小却能为家长们排忧解难 他相貌瘦瘦小却能够解决高楼窗子的安全隐患 进行收看外发明防坠妙所 他身材瘦小却能为家长们排忧解难 他相貌瘦瘦是能够解决高楼窗子的安全隐患 进行收看外发明防坠妙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陆博 那么今天我们演播是请到的 依然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科学顾问 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欢迎您 彭老师有小孩的家庭 一般孩子家长都特别担心 小孩到窗边去玩挺危险的 对 你比如说住在高层的住户 小孩到窗边以后 遇到窗户是那种拉湿的 他很容易就把窗户拉开了 小孩他不懂得危险性 可能就爬到上面去 甚至坠到楼下 是 没错 您看现实生活当中 也会发生过这样的案例 我们还评选过十大感动人物 这个最美妈妈吴居平 就接住了这个小孩 对 如果是通风就要留缝 或者都打开 这时候就给小孩 他打开窗户 或者掉下去留出了机会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发明人 就给很多家长解决了这样一个烦恼 既能够把这个窗户有效地打开 通风透气 同时呢 又能够防止小孩 随意性地就能把窗户拉开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发明项目 防坠落机 近年来 儿童投卡防盗窗 或坠楼的新闻报道 层出不穷 没有安全措施的窗子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楼杀手 这让许多有小孩的家庭 都为此十分担忧 那么 有没有一个装置 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呢 发明人 红毅 发明项目 防儿童 坠楼器 我们听说 有一名70后地道的北京人 名字叫做红毅 他从小就爱折腾 尤其爱搞发明 大家都叫他 红帮主 最近 他发明了一个 防坠楼器 能够解决窗户的安全问题 于是 我们的记者 打算亲自拜访一下 这位神秘的 红帮主 是我 我们是 你好 你好 请问这是红毅的家吗 是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 我还发明栏目的 我们听说他发明了一个防小孩 坠楼的这么一个装置 对对对 这是发明了这么一个 他不再来 他出去了 他出去了 对对 他今天出去钓鱼去了 没想到刚一来 记者就扑了个空 这位红帮主果然有些与众不同 于是 记者向他的妻子 记下了钓鱼的地址 然后就按着这个地址 一路寻去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请问您是红毅吗 我是啊 您好 那我听说您发明了一种 防止这个小孩 坠楼的这么一个装置 是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挺小的 然后呢 但是我今天也没有带 要不然我带您去研发中心看看 行 都在您的研发中心 是是是 那边乱了 那咱们去看看 好 没问题 接着 记者就跟随红毅离开钓鱼场 开车前往他的研发中心 去实际看一看 他发明的防儿童坠楼器 在路上 红毅向记者说起了 他这个发明的灵感来源 当时就是在看塔尽利用时 然后呢 有一期报道 说的是有一个小朋友 从楼上掉下来的 然后觉得特别挺新 后来呢 又不断地看到这种报道 所以说我想确实要把这个问题给进了掉 嗯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达了红毅的研发中心 接着 红毅带我们来到了他的实验室 进入实验室后 红毅先向记者展示了他做的一个窗子模型 然后向记者讲解了他发明的防儿童坠楼器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小装置 它结合了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锁身 固定在窗户上的 玻璃上 然后另外呢 是一个挂头 然后插在这里面 哦 卡在这 插在这里面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卡子 能够贴在这个玻璃上 对贴在玻璃上 它呢 这个这个挂头的高度呢 是会挡住这个窗户的移动 所以我们无论风往那边走 窗户怎么开来开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距离 哦 那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可以没问题 在这个窗户上试一下 好 那我们就装一下看看 好好好 这个是一个胶 对 撕开 下来就可以粘上了 对 然后呢 按在这边 这样子给它水瓶贴着是吗 对 水瓶贴好 一定要贴水瓶啊 好 夹着 装备好了 哦 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 拿下来的以后 窗户呢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窗户 对 当我们挂住的时候 挂上 挂在左边的时候 那窗户呢 可以打开 8.5公分 小朋友肯定出来了 对 然后呢 往到右边来 窗户呢 就可以打开15.5公分 然后咱们在推这个窗户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顶住了 顶住了 顶住了 无论是推这个窗户 还是推这个窗户 往这边推也是 原来 红翼的防儿童坠楼器 利用了控制窗口最大开启范围的原理 在锁身上边设计了两个卡槽 当挂头挂在卡槽上时 窗子最小只能开启8.5厘米 而把挂头取下时 窗子则可以正常开启 这样 既能够保护儿童的安全 又不影响室内通风 那我觉得咱们这个方明是挺好的 挺实用的 如果说有更多的人能用上就好了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 然后呢 想跟他谈一谈 看看能不能跟他合作 就是现在已经找到有人 跟你来合作了是吗 也没有 因为只是电话里沟通过一下 他呢也稍微有点兴趣 但是还没有往下走 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继续跟他谈 那咱们就是找一个幼儿园 让小朋友去现场试一试 看看效果怎么样 然后再叫上您的那个朋友 然后让他也来看一看 好主意 因为这个人啊 他就是眼睛为食 然后呢 我们拿试食可以说服他 好吗 好 那咱们就找幼儿园去测试 走 于是 红毅带着他的朋友杨先生 来到了一所幼儿园 因为当时正在下雨 所以孩子们都在室内活动 一路上 红毅和杨先生都在讨论测试的细节 红毅带来两张桌子 作为临时的测试台 然后又将他的窗子模型拿了上来 这样就一切准备就绪了 接着幼儿园的老师将全班小朋友 都带到了测试场地 好 我们先排好队 排好队 韩老师 咱们这个幼儿园的这小朋友 一共有多少个呀 咱们班是吗 21个小朋友 今天来了21个小朋友 21个小朋友 都是多大岁数呢 三到四岁 都是三到四岁的小朋友 是吗 阿姨你我三岁了 你三岁了 你三岁吗 你看这帮小孩子 三到四岁之间 你觉得他们能够把你这个锁给解开吗 我觉得困难 你觉得困难 我觉得困难 因为这个还是那样 不要让他们听讲 所以他做得很像一体的 孩子们我觉得应该看不出来 红毅对这次测试信心十足 而他的好朋友杨先生 却不这样想 我觉得他太小看现在的小孩了 现在的小孩很聪明的 什么电视什么都看过 不一会就给你解开 那岁数在这 岁数在这就知道了 是吗 那行看看呗 那咱们就试试看 试试吧 好 小朋友呢 咱们这样啊 等会呢 阿姨一说开始 你们就都到那个筐里面 每个小朋友拿一个篮球抱在手里面 然后再排好队 接下来呢 排在前面的小朋友 就先到这个窗户这来 看看能不能把篮球 透过这个窗户 送到韩老师的手上 每个小朋友给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过去之后呢 咱们就换下一个小朋友 好不好 好 预备开始 随着记者一声令下 小朋友们纷纷走到篮球框 每个人都拿了一个篮球在手上 然后小朋友们很有秩序的排成一队 第一个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肯宁 你今年多大了 三岁 你三岁啊 那你看看 你能不能打开窗户 把你的球递给韩老师呢 能 能啊 那你来试试看好吗 好 好来吧 第一个小朋友想将窗子推开 把球交给韩老师 却发现 推到一半的时候 窗子就被卡住了 推了半天 窗子纹丝不动 小朋友有些着急了 不着急啊 咱们慢慢想办法 肯定有办法 无论怎么努力 窗子始终被卡得牢牢的 小朋友急得就快哭了 这时候 大家开始给他鼓劲了 加油声越大 小朋友哭得越厉害 没关系 不哭了 那咱不送球了好不好 看韩老师已经拿到球了 不哭了啊 咱们下次再努力 咱们小朋友很棒啊 咱们排到队的后面 好不好 找其他的老师啊 来 这位小朋友 你今年几岁了 四岁 四岁了 刚才那个小朋友 你知道他几岁吗 十二岁 三岁 那你比那个小朋友 大一岁是吗 你来试试看看 能把球送给韩老师吗 我就在想办法 就在想办法 刚才那个三岁的那个小朋友 他没有成功 对啊 肯定是的嘛 小朋友那么小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原理的 那这个小朋友四岁了 你觉得他能 可以说的 我觉得也闹不开 也闹不开 你觉得呢 这个只是 小朋友只是一时想不到 多弄几岁 他肯定也就散开了 这位小朋友 在观察了整个窗子之后 似乎找到了 窗子上的一个锁 小朋友都懂了 你看 看了直接就拿了一个锁 你看 这么新的一个锁 小朋友不认识 他就不会开 对 然而小朋友找到的 只是常规的窗子房套锁 并没有发现 我密安在窗子上的 这个小装置 能打开吗 打不开 要不然咱们就先 让下一个小朋友来试 可以吗 不可以啊 那你再试试 看样子 这是一个不服输的女孩子 你看 是吧 他们好像是注意不到 对 他们看不出来 因为我做的那个 根本不像是 可以打开的样子 所以他们不会那么去 折磨的 看到小女孩 没有发现她的装置 红衣有些得意了 小朋友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呀 终于 费尽力气 也没能打开窗子的 小女孩 投降了 接下来进行挑战的 是一名四岁的小男孩 她的力气 确实比小女孩 大了很多 在一番尝试后 这个小男孩 似乎找到了 关键所在 就是这个卡子 卡子 什么 什么 你跟阿姨说 卡子 这个 哪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卡住窗户了 那这卡子 能给它打开吗 别提示她 真正在家里面 全会提示 真是的 杨先生不断的提示 让红衣很是不满 但是他坚信 小男孩 是不可能打开 这个窗子的 果然 男孩最终 没能参透 其中的奥秘 将球从侧面 给了韩老师 接下来 小朋友们 一个接一个的来尝试 结果却都是一样 要么将球 从上边 给了韩老师 要么将球 从侧面传出去 竟没有一个人 将窗子打开 看样子这一次 红衣赢定了 然而突然 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这个小朋友 真棒 好聪明 你真棒 你告诉 你告诉阿姨 你告诉阿姨 你怎么给他打开的 是把他给拿出来 然后就给他打开了 拿出来就打开了 真聪明 小朋友 好 但是这样 咱们呀 这是咱们的秘密 你不能告诉 其他的小朋友 你是怎么打开的 好吗 这是咱们保守秘密 好 你回去吧 看到自己的防坠楼器 被一个小女孩 轻松地打开 红衣的心沉了下来 刚才这个 这小朋友 是把这个锁 给拿出来了 刚才那个 是不意思的 就拿出来了 其实有时候 对 看来就是 有些孩子 还是很聪明的 对 现在孩子是 他只要发现 他能动就坏了 不用试了 结果就这样 你还不服 看看吧 看一下 小朋友 你都来了 看一下 好 接下来进行尝试的是一名四岁的小男孩 他并没有像之前那个女孩那样 轻松地发现窗子上的机关 这让我们的记者 忍不住 给了他一些提示 你看看下面那个 下面那个才是真的机关 打不开呀 那好吧 把球给含了是吧 好 谢谢 好吧 谢谢你 那看来咱们刚才这个测试 一共21个孩子 只有一个孩子能把这个锁给解开 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呀 我刚才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小孩太聪明了 你只要看见谁打开过 或者看家里人打开一次 他可能以后就打开了 虽然我们的孩子年龄比较小 三到四岁 因为他平常每天都在观察 都在看家长有这个动作 开窗关窗 刚才很多孩子都在 对 都在看这个 因为这是平常生活中常见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孩子们 如果要是看到有人能开开这个锁 那么孩子还是应该是能够回回的 第一次测试 虽然只有一个小朋友打开了 但是不仅合伙人对他的防坠楼器提出了质疑 幼儿园老师也认为 儿童的模仿力很强 可能很容易就模仿家长开锁的动作 从而将锁打开 于是为了使结果更加客观 我们打算再做一个测试 这样小朋友 咱们现在呢 再玩一个游戏 还是刚才这个窗户 我们让一个小朋友 把这个窗户打开给你们看看 然后你们看看 你们能不能自己把这个窗户打开 好吗 好 刚才哪位小朋友把这个窗户打开了呀 阳若水 阳若水是吗 好 来 若水小朋友 你来吧 这个 是哪个 这个 那你给它打开 小朋友们看见了吗 看见了 好 这样就打开了 是不是 对 好 学会了 学会了 好 好 来 你来试试看吧 来 你来试试 看看我怎么把这个打开 对 对 你看看 你打开了是吗 好 真棒 好 好嘞 好 好 下一个 你也打开了 好 来 下一个小朋友 接着 小朋友们一个接一个 十分轻松的将红衣安在窗子上的装置打开 这张站在一边的红衣 脸色越来越难看 好嘞 真棒 看到了吗 我说不行吧 哎 还真是哈 这个孩子现在太忠诱了 一个会了就都会了 回去好好想想吧 这一次 红衣失败了 杨先生并没有看好他的 房儿童坠楼器 并且实验也证明了 他的发明还不够完善 回到家后 他苦思冥想 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他的房儿童坠楼器 又该怎样进行改进呢 几天来 他茶不思 饭不想 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琢磨这个小发明上 而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妻子 看在眼里 终于 妻子忍不住前去 询问究竟 红衣将自己的烦恼 告诉了他 你要不然这样 买成周末了 约点朋友来 放松放松 你天天绷着脑子也不行啊 好不好 老子结合嘛 开始办吧 周末 朋友们如期而至 大家在餐桌上 相谈甚欢 只有红衣 一直难以提起兴致 席间 一个朋友给大家 表演了一个魔术 这个魔术 却引起了红衣的注意 他由此获得了一些灵感 朋友走后 红衣又一个人在屋子里发呆 他想到了一个改进的办法 为了尽快给杨先生看到改进的成果 他打算用3D打印 来完成自己的防儿童坠楼器 红衣发明的第二代防儿童坠楼器 包括锁具固定板 锁和阻挡板 三部分组成 通过在装置上设计一把锁 达到了儿童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 无法将窗子开启的效果 3D打印是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 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 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 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它常在模具制造工业设计等领域 被用于制造模型 该技术在珠宝 工业设计 建筑 汽车等多个领域 被广泛运用 红毅根据朋友的指引 来到了北京市计算中心 然后 他找到3D打印的工作人员 并向其说明了情况 接着 工作人员按照红毅的设计 开始打印新一代的防儿童坠楼器 很快 红毅的防儿童坠楼器就打印成型了 借过工作人员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童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方便人把这个防坠落器加上了一把锁 这把锁是不是有效的能够固定好这个窗户开启的大小呢 一开始呢 他就在这儿采用这么一种插的这种方式 把这个框插上 你可以插在这儿 也可以插在这儿 你要插在这个位置打开的 程度要小一点 你要插在这个位置上 相对宽 打开的程度就 这是他最初设计的那种方法 第一代啊 对 这个呢 很容易被小孩拉出来 所以后来他又采用了这样一种办法 就是上到夹锁 当你拧那边的锁的时候 这两个片可以 扩张开 那就插在这个缝里了 你再拧那个锁的时候呢 这两个片又可以收回来 这样我们可以把它收回来 拿起来放到这个位置 再让它扩张开 这完全是靠钥匙控制的 所以这是他改进以后的 就是第二代 那么他在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得到使用者们的认可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片子 这一天 红毅又一次将杨先生 请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解决这个孩子开不开了 对 这是用钥匙的 你接到吗 是这样啊 就这个是家里扩钥匙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防止孩子 因为第一代的时候 孩子很容易就能打开 是吧 然后这个是这样 加上去以后 一锁 拔下来 这个就再开不开了 然后放在窗户上的位置 还是跟以前的一样 你看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太大了 太好了 我觉得还好 可以接受 不太美光 我们这个东西的 起码比防止双 好看得多 这个东西太大了 我觉得人们的认可度 不会太高 我觉得还好 这么着 你也别说你 对 我也别说我 对 咱们干脆 找一个居民小区 看看居民 看的这东西 是什么态度 行 行吗 真的还行 那走 好 好 同意的新一代防坠楼所 刚一露面 就遭到了质疑 那么 在接下来的测试中 这个小装置 能够顺利过关吗 它能够得到 居民们的认可吗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防坠妙所 红毅和老杨 来到了附近某小区 说明了来意 去委会主任 红毅他们 在小区里 进行展示 红毅和老杨 紧锣密鼓地 在小区里 架起展示台 很多群众都过来 看个究竟 其中就有 带着小孩的父母 这个 就是锁 这么锁上 对 这样是打开 就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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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侧翼 对 那怎么装法 特别简单 一会我来演示 贴上去就可以了 这这么择 站在玻璃上 那个胶能粘住吗 那胶 能粘住 您放心吧 这个就装好了 这就装好了 然后现在这种情况下 窗户可以打开8.5公分 小肯就出不去 可以吗 可以把它挪开 放到这边来 这样的话呢 窗户 锁上 窗户就给大家收点5分 看到红翼的演示 观众们也想亲手试试 刚才那位很感兴趣的老大爷 楼上线来 这个能够使用 是不是 对 这就行了 这宽度就行了 对 这个的话 小孩 他就说不去 挺好 挺好 如果是您家里 您觉得您愿意装一个 这样的一个 我愿意装 愿意装 因为我家里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有小孩 群众们大都看好红翼的这个发明 但是人群中 一位老人 却说出了不同的意境 是不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是的 没错 那要是我们家拔个锁 我就得有拔个钥匙 用拔个锁 那不麻烦呢 好像是啊 应该是这样 看到群众们的反应 老杨觉得 防坠落装置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推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我们现在可以让 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设计 但是红翼对此 却有不同的看法 你记不记得刚才有一位 阿姨说这个 他们家的窗户比较多的 如果窗户多了 每个窗户都有一个钥匙 真的我刚才想了一下 对于这个使用者来说 太痛苦了 这个只是小问题 我觉得不小 你要不如进场 抢先一步站立市场 场合的损失就很大 我们是要给人去用的 并不是 我特别不希望我去做一个 解决了一个问题 又带来另外一个麻烦的东西 你要是进食这个观点 你这样 我就给你15天的时间 你要是新的出来了 我们就继续做 如果出不来 咱们也就 你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红翼的反应完全出乎老杨预料 而回到家的红翼没有想到 自己的妻子也占到了他的对立面 这一天他又来到渔场锤钓 被拉弯的鱼竿引起了他的注意 鱼竿因为拉力而弯曲变形 又因为他自身的弹力恢复形状 红翼突然意识到 如果把这种原理应用在自己的发明上 就可以设计出不用钥匙的 新型防坠落装置 经过一番研究设计 他改进的新型防坠落装置诞生了 这个就是咱们最新的设计了 对 没错 我看跟这个之前不一样了 这个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你跟我们讲讲吧 这个是一个优性头 优性头的这样 用力压改变它的距离 就可以给它取下了 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取下来有点费劲 对于我来说 可能还没有取顺 你看还来一次 装上了吧 取下来 哎呀 我的瘦瘦 今儿还小一点 对 就是说 这个因为也是个安全装置 对 太容易取了 也不一定是好 主要就是希望孩子取不下来 对对对 那我觉得看来这个 咱们这个的设计就挺好了 是吧 目前我们看来是不错 目前看来是不错 但是呢我还是不太放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款装置呢 终究还是要用在 保护孩子的这个作用之上 所以说呢 我还是希望去找一个专业的机构 对它进行一些非常严酷的测试 我们来到了一所小学 这个就是咱们老师的办公室 对 那就欢迎你们来吧 好的 非常感谢 谢谢您 谢谢您 第二天 我们约上老杨来到学校 红衣布置起验证的展示台 我们将几个玩偶 放在测试用窗户的另一侧 学生们从窗户的缝隙里 是无法够到这些玩偶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 如果他们能够 他这个窗户能够拿到的话 就说明被破解了 对 反正就很危险了 对于孩子来说 对 孩子身份都可以探出去了 如果拿不到的话 就是说明孩子是安全的 是的 是的 可以这么说 老杨打算先试试 这新的防坠楼器 是否牢固 这次参与的小朋友 年龄很小 红衣的发明 能够阻止他们 打开窗户吗 多大了 多亮 七岁吧 七岁 七岁 七岁吧 那你来试一下好吗 好 好 来 你看这有一个卡子 你看见了没 如果把这个卡子拿下来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窗户了 还有小朋友来帮忙 其他小朋友不许帮忙 小朋友才对啊 最后小女孩用尽力气 也无法破解防坠楼器 你能够到 你能够到这个娃娃吗 小朋友 你刚才一说 你能够到 你能打开这个窗户吗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打 不知道怎么打 那咱们换个小朋友试试 好不好 接下来 一个小男孩 打算参加测试 从前面啊 那让这个小男孩试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让小男孩来试一下 够着 够着了吗 那如果你把这个窗户 打大一点 你身子探出去 你就可以够着了 最后 小男孩费尽力气 也没能将防坠楼器 从窗子上拿下来 想听一件办法 给他拿下来 你也不下来 你们下来吗 你也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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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一年级的小朋友 纷纷参与测试 却都无法打开窗户 拿到玩偶 杨先生 你看刚才我们测试的 还没有一个孩子 能把这个锁给他解开了 你觉得是不是 他这个还可以呢 他这个应该 孩子力气如果大一点的话 还是有点问题 三年级应该是 九岁到十岁 还是应该可以打开 觉得三年级就能打开 对对对 那咱们要不还是找 三年级的孩子 来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实践出真知 小胖子 我关一下小朋友 你几岁了 九岁呀 九岁了 你呢 八岁 八岁 你们呢 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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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岁 好那咱们就来试一下 好不好 好 三年级的小男孩 怎么用力 也无法打开窗户 接下来 一个小女孩 打算试一下 你要把这个 要么把这个拿下来 这可以拿下来的 要么你就把这个 整个给它弄坏掉 把它扯下来就可以 对 你就能把窗户打开了 讲进办法 虽然老杨给小女孩 进行了指导 但她也无法凭力气 破坏防坠楼器 接下来 一位重量级选手 登场了 我觉得你能把这个 锁给她打开 拿到后面的娃娃吗 我觉得可以吗 你才马上撞开 想不想试试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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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试试看 你们就开始期待 加油 虽然大家公认 这位同学力气很大 但是他实际浑身解数 也无法打开窗户 你现在你觉得 凭你自己的力气 能给他打开吗 刚才把这个锁 打开了的小朋友 举个手好吗 谁都没有打开过 还有没人打开过 下回 最后 三年级的同学们 都没有打开窗户 红毅和他的防坠楼器 取得了胜利 觉得怎么样 刚才讲的这个锁 还比较满意 如果说能抗到十岁 就已经是可以的了 老杨对这个结果 又会怎么看呢 这一次这个端子 确实比上次那个杨好 那你愿意跟他合作 那当然 搞发明啊 还是需要他这样的人 管是精益求精 在台上做这好东西 红毅发明的防儿童坠楼锁 利用控制窗口的最大开启范围原理 在窗户上设计了一个小装置 利用U型头的U型弹力 让卡扣牢固的卡在固定条中 并经过按压测试 找到了十周岁内儿童 所没有的按压力量 从而达到成人可解锁 儿童无法解锁的效果 这样就可以防止儿童将身子探出窗外 从而发生危险 红先生发明的防儿童坠楼器 比较实用 安装简单 使用方便 利用儿童没有的力量作为机关 通过巧妙的设计 达到了保护儿童的目的 比较适合于有小孩的家庭使用 防坠楼器确实可以有效地 防止小孩打开窗户 从而远离危险 那么当室内发生危险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 介绍一种逃生的工具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逃生工具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发明人联军 发明项目横速式幻象器 联军一位武汉人 如果说起逃生设备 那与他可谓是有着很深的渊源 只不过他研制的逃生设备很特殊 因为他装备的对象是战斗机 战斗机飞行的高度高速度快 一旦出现险情 飞行员就需要跳伞逃生 正是有着这样的经历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设计一个 让普通人从高层建筑逃生的装置呢 然而当他了解了很多国外现有的产品后 联军才意识到 这些缓降设备 有着不小的问题 这是国外一种缓降器使用的视频记录 因为缓降器突然失灵 使用者直接从十几米的高度 摔到了地面上 看到了传统缓降器的缺际 联军决定设计一个更加稳定 安全的逃生装置 凭借自己设计弹射座椅 开散控制器的经验 历史两年 他终于设计出了一款全新的 缓降器 这就是我设计的一个横竖式的缓降器 它有了存在用的钢字枕 就是安全带和缓降器的气体 这是固定带 使用的时候把它挂在墙上 其中最为关键的 就是这个实际约为20厘米的运转机构 通过内部一些齿轮的运动 达到让重物匀速下降的目的 联军发明的缓降器和普通缓降器 每一个逃生速度更快呢 让我们验证一下 我们来对比一下 停 你看我只准备了每天五个人 然后让他们同时从三头往下划 做一个对比 四次看 您估计的话会有多快 能看多少 估计会有一倍的 提高一倍 提高一倍 他们两个还没有落地 电视缓降器上的第二个人都滑了下来 反观左边 听个人还在等滑上来的安全带 明天五个人都滑上来的 我们来看 最终电视环降器一方 可谓是大获全胜 五个人使用了不到五分钟 就都安全到达地面 反观使用单人环降器的一方 只逃出来了两个人 您是第几个环 第二个发现了 第二个环 发现了以后发现怎么样 发现他们五个都下来了 我跟他们第五个人一起下来了 你输的服不服 那肯定服气 那不服 比如这个速度是快 这个链子逃生器是快 因为这个链子逃生器 可以不停地连续地 从一个口操作 但是那环降器 必须等着一个人下去 等那个绳头上去 你才可以操作 比方我有这个链条 比方我有环降器 卡上去就可以 对 看来它还是达到您设计的初衷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想必单人环降器 电视环降装置 就像一条高速公路 那么只要上了这条路 就可以安全快速地降落到地面 这一点对于人员密集的建筑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联系环降器证明了自己的使用效率 联军打算测试一下 环降器在真实环境的性能 他决定做一次高难度的挑战 找一幢30层左右的高楼 从百米高楼上进行环降 您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准备的非常好 现在就是有一点点 联系的高楼啊 还没落实下来 可能这两条我等电话 然而 就当联军在做最后调试的时候 他一直在等的电话 却粉碎了他所有的期望 对安全的担心 最终还是让大楼的管理者 拒绝了联军的要求 我们的发明人 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呢 再想想办法 我再看看明天 我再去努力吧 看看还能不能再找 那些其他东西 第二天 我们再次见到联军和他的团队 他告诉我们 他想到了一个替代方案 他认为 这个方案在表现力上 绝对不输给 从百米缓降 像这样的存在链呢 怕火烧 使火烧有火会烧它 但是能不能用呢 我们等一下呢 就把它抽到楼顶上去 我们用火烧它半个小时 烧它变完颜色 我们同样呢 让它呢 按照我们的要求 八个人滑下来 我们呢 会把我们这个减速器 扔在这个泥浆桶里 你们看看这个泥浆桶 为了增强 在例如多风多沙地区 使用的可靠性 联军对缓降器内的 每一个齿轮都进行了 一种独特设计 试图让他们在卡进杂志的同时 依然能够要喝精准 这个泥浆桶的浓度 是现有的军用产品 这种浓度都是不敢做的 联军自信地告诉我们 国外的传统缓降器 根本不敢做类似的试验 既然联军拿出了杀手锏 那么我们要做的 就是用最真实的镜头 去记录这次测试 为了这次复赛 延织设计了一种加强型链条 理论上 这种加厚加速的链条 可以承受500度的高温 先把这个柴油倒进去 把柴油倒进去 这个柴油来倒进去 对对对 相比汽油 柴油燃烧产生的700多度高温 才会真正考验 这根链条的强度 如果一栋大楼发生火灾 挂在外面的缓降链条 很可能就会被大火灼烧 联军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向大家证明 自己缓降设备的安全性 这至少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 才可以照常的保证逃生 救命 照常使用 我看天衣还没能敢这么做 半个小时过去了 火势依然凶猛 这时联军的脸色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温度比我预计的要高 现在的温度 把那个东西 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一蒙 把它一干 看着这根火烧火烤 半小时候的链条 我们全都静待了 上车往下放链条 来来来来来 联军的极限试验的第一步已经完成 下面就要缓降器登场了 这九个缓降器在泥浆里泡了半个多小时 它们内部的每一个空隙 都被泥沙填满了 这样撑到大铁 来 您是要第一个滑 对我是第一个滑 虽然有保险绳 但是如果缓降器被卡住 或者链条突然断掉 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可以了 来注意安全 一定注意安全 我先滑 大家看它 这个手一定要抓神 终于 联军满身泥泞的顺利落地 这给了后面的人莫大的信心 九人连续缓降 链条持续承载了四个人的分量 联军的发明正主演这一步 惊险大片 你是最后一个了 对 你成功了 咱们就胜利了 肯定的 注意安全 这是最后一个人了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 他的身上 最后一个下来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我们这个八米子是想最好的 被七百多度高温 灼烧了半小时的链条 被泥箱灌满的齿轮 他就用这样一个超常规的极限测试 证明了自己发明的可靠性 我太多的经验了 能设计机械自动开散器的人 全世界找不出十个人来 我提出来的问题 恶果人家回答不了 当我动手的时候 我的产品基本都是世界第一的 虽然这次测试成功了 但是他心中的那个结 却还是无法解开 高楼一定要有高楼 他觉得只有真正从百米高楼跳下去 才能向自己 向所有人 证明他的发明 也许是他的执着感动了别人 就在我们拍摄期间 联军终于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车一拐弯过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栋楼了 这个呢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住在二十五楼 大概有八十多米高 来来来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就这栋楼 来来来 看看 就这栋楼啊 好高啊这个楼 从楼顶上下来 这是一栋高二十五层 近九十米高的居民楼 这楼在底下看多高的 是有一点 走进来一看 确实还有点恐怖 是有点高 这里的管理方 虽然同意他来缓降 但也只是同意了他一个人 而且只给了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联军决定 用他的单人缓降器 来完成这次挑战 这里是九十米的高度 在这里缓降器必须做到 绝对的可靠 哪怕齿轮咬合出现一点点的偏差 我们的发明人都将深陷 万劫不复之地 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瞧您这一条大 你还要害怕吧 害怕肯定会有一些 很正常的嘛 第一次嘛 毕竟是第一次 这个时刻呢 我还是把它记录下来 让大家都能看到 我当时的真实情况 今年已经六十岁的他 马上就要向他的梦想 迈出那关键的一步 下降已经超过了二十米 有节奏的摩擦声 似乎说明 缓降器目前一切正常 联军每下降一米 我们都会紧张一份 缓降器内部的情况 我们根本不得而知 而我们唯一能做待 就只有等待 太棒了 太棒了 自己设计的东西 做得很轻松 没什么感觉 好像下楼梯一样嘛 我设计的发明 比老外的强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呢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网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的科学顾问 彭木华老师 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同时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再见 是什么样的一台设备能够快速高效 轻松简单 烧烤各种美食 又是什么样的一台设备 能够争赌美食达人的类类 请给收看外发明 无烟串串串香 是什么样的一台设备能够快速高效 轻松简单 烧烤各种美食 又是什么样的一台设备能够征服美食达人的味蕾 惩猜受外发明 无烟串串香